已經進入第五次中華市長規全國小榜金標賽 按現在開始到7月19日 說在北瓜山榜球場以及煙荷榜雷球場來起興 這次比賽也來欣賞全國國的24個 對五四百多位的小川手來報名參加 第五次中華市長規全國小榜金標賽 正在中華市的煙荷榜雷球場以及北瓜山榜雷球場進行當中 在台北市上面中華市長林世賢 除了要來自國館市總共24區球隊 可以在這次比賽拿到好成就以外 也歡迎這群小川手利用比賽機関好好地中華市出場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的參務 每年都來參加我們彰化市的這個智障盃的上榜比賽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今年來的球隊有很多高手 很多參加國內的比賽都得到冠軍的 所以我們這個市場對越辦越好 參與的人越來越踴躍 再次的感謝來自全國所有的高手 還有我的小朋友 謝謝你們 感謝你們 謝謝 歡迎就是中華市榜雷球委員會主委的市民代表會主席也說 感謝中華市工作用心基盤這行比賽 讓榜雷球運動可以繼續在中華發光發熱 感謝我們林生林市長 對到榜雷球的這個運動的全力配合 因為消滴是當年我們中華市的榜雷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對到這個球類的運動 我聽說是非常的支持 因為過去我是鐵專的專長 因為我是土球 對到榜雷的這個運動 我聽說是非常的重視 因為榜雷是我們的國球 而且也是我們的全民運動 大家都知道榜雷球這個運動 不僅於我們台灣聽說是非常的方向 也非常流行 今年來參加市長北的球隊當中有很多 都是國內甚至是國際賽的最勝軍 有台北台南的球隊 更有來自偏偶的小選手 也都會在這四天的賽典當中 正中転現球技 大專的新聞中西梁中華 蔡宏博德 好 好 谢谢大家